这边你们看得到这些都是 补种的 这些都完蛋了这些树 而这些呢 都是黑翅榴莲 你们看到果实吗 这些都是果实果实果实 这些都是生长了 这边也是开花结果了 这里你看得到呢 有几棵的果实给你们看 看到吗 不多 平均一棵大概 这个年纪的有十棵呢 就很满足了 我们也不喜欢它开多 再来我这里呢 也是有一棵 开花结果的 三棵黑翅榴莲 就三棵 不多 你看到这树生会比较瘦小一些 比起这些呢 比起这些 它小很多 这个呢 就完全没有 那接下来的这一棵呢 就有果实 可是也不多 所以你看得到我快五年的这个黑翅榴莲呢 平均呢 都是长在10到20棵榴莲左右 我们也不让它长太多 虽然是说我们急需要资金呢 来周转 但是你墙壁这棵树呢 去长更多的果实给你的 它很快就透支 很快就完蛋了 所以榴莲呢 是一个很漫长的工程 一踏入 如果半途而飞呢 你就看不到结果 但是我们这边呢 没有半途而飞的东西 虽然是难 但是呢 还是要坚持走下来 为我们这些农友啊 加油打气吧 大家一起努力